中东乱不乱谁说了算 现在我不敢说 二战的时候英国德国说了算 甚至某些乱的因素一直延续到了如今 从二战结束到今天 中东打成什么样了 咱就粗略计算将近80场冲突了 十几次骚乱 30次流血叛乱 以及大大小小的战争也有30多场 累计千万人沦落为难民 数百万人死亡 中东简直就像是个TNT火药桶 脾气相当不好 哈马斯向以色列刷一发火箭弹 一个阿拉伯难民被杀 随便一点小摩擦 中东马上打成一片 然后大国介入 然后就可能演变成更大的冲突 视频有点长 可以收藏慢慢看 有人可能认为二战的时候 中东还没有以色列 石油的开采也没现在这么夸张 阿拉伯那时候也是个小透明 它能有多乱 西方因为某些原因 把中东给透明了 今天我就把这段历史给大家讲一下 这里虽然不是世界大战的主战区 但当时中东各国已经陆续发现了油田 同时你看它的地缘 欧亚非的连接枢纽挨着地中海 又控制苏伊士运河 妥妥的战略必正之地 于是大英帝国 希特勒德国纷纷入局 双方在正面战场 意识形态舆论战方面大打出手 在搅混中东局势之际 也撕裂了阿拉伯社会 埋下了许多隐患 上世纪30年代 犹太民族沦落为国际难民 他们在美国被歧视 在欧洲被排斥 唯独一个德国 本来对他们还包容一些 但却出了一个强力去游的阿道夫 在这个艰难时刻 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英国 站出来充当嚼势棍第一棒 他屠啥呢 大英帝国就是殖民帝夺 包括中东很多地方都是他罩着的 英国推动国际联盟 给犹太人主持公道 投票决定 让犹太人到巴勒斯坦定居 移民的费用 就让犹太国家基金来出 该基金总计购入10%的巴勒斯坦领土 面积约936平方公里 接近重庆市区大小 巴勒斯坦人能同意吗 本来两家就是市仇 而且30年代经济大萧条冲击之下 阿拉伯大量的农民失业 他们被迫给犹太人打工 本来就穷 现在还得被压榨 犹太人给阿拉伯人制定更低的工资标准 低于普通的犹太劳工 大多还是脏活累活 尝到压榨甜头之后 犹太资本开始变本加厉 犹太人计划把阿拉伯人赶到沙特约旦 以缓解自己人的失业率 逐渐的 犹太人口都17% 猛增到了27% 巴勒斯坦人越想越气 最终在1936年发起了大起义 愤怒的阿拉伯人摧毁了数千个农场和民宅 数以万计的犹太人逃离或者被杀 阿拉伯刁民在眼皮子底下造反 作为殖民者的英国佬 当然不能坐视不理 反了天了 立即派四艘军舰过去 喊援助犹太武警上百辆转架车前去镇压 并修筑了数十个集中营 在1936年的6个月内 就杀掉了1000名阿拉伯人 虽然阿拉伯反抗意识很强 但是打仗是真不行 本来这不关德国的事 希特勒也是不想插手的 他还曾经对国防军陆军统帅布朗西齐明确表示 我不想从黑猴子身上得到任何东西 直至阿拉伯人攻击摩索尔法海石油运输馆 这是二战盟军在地中海最重要的石油线 摧毁他就赢了50%的巴尔干和北非 希特勒贼得很 发现有戏赶紧升约阿拉伯 摩索里尼也跟着搅局 承诺阿拉伯会赶走犹太人和英国殖民者 闹到后面 二战大爆发 英军也顾不上中东了 达勒斯坦彻底陷入了混乱之中 直至1945年末 英国空降师还在镇压起义 邻居伊拉克虽然早就独立了 但还是受英国影响的 眼看邻居这么乱 英国老管不过来 趁你病 要你命 伊拉克也跟着起义 丘吉尔不敢直接干预 担心掀起更大的兵分 便让伊拉克殖民军代理镇压 英国打辅助 开战最初由英国军队坐镇 叛军一窥千里 然而到了第三天 德国大使弗里茨·格洛巴秘密会见 李宾托洛夫 让他劝希特勒干预 希特勒摸着地球一看 发现大有搞头 原来英国舰队的石油 很多来自摩素 他毫不犹豫地驰援伊拉克叛军 德国脅迫维系法国舰队 给物资护航 同期也从法属黎巴嫩和叙利亚输送物资 伊拉克叛军一共收到了600万发弹药 还有30架德军战机 意大利的12架战机 这支援力度已经表明了希特勒的态度了 但他也不想过多的撐河 不想露脸 就想搅局而已 最好是借代理战争缠住英国 避免直接对抗 于是他下令把战机的图标擦掉 怕英国人认出来 但丘吉尔已经从截获的情报中知晓 德国人入局了 便下令军队直接参战 这下希特勒没反应过来 德军刚给伊拉克人的装备还没有交付完 刚刚修的机场 也很快被皇家空军给摧毁了 叛军再次一窥千里 英国成功镇压起义 但这在伊拉克埋下了很深的反殖命怒潮 希特勒也被气得不轻 他怒斥道 用正常人的脑子去审视这些阿拉伯人 他们充其量就是需要被鞭策的黑猴子 我们要继续在中东和阿拉伯制造骚乱 德国人这次小失败给维西法国害惨了 法国人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有三万多军队 维西打破中立原则 给伊拉克叛军送物资 可给英国人逮出下属的理由了 他与帮助伊拉克叛军 于是果断出兵叙利亚和黎巴嫩 法军虽然见了世仇德军投降很快 但见了老火机英国人一向作战勇猛 英法在大漠中展开残酷战斗 虽然双方军队总数大体相当 可法军绝大多数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倒是不投降 可他们直接溜啊 给英国白白留下了大量的汽油弹药和武器 结果法国溃不成军 造成八千多人阵亡 隔在欧洲以外的战场 这规模也算不小了 叙利亚和黎巴嫩掀起什么骚乱 可自由法国就画大饼 承诺让两国独立 可法军迟迟不撤走 只是形式上独立 叙利亚黎巴嫩人感觉被骗了 便又掀起了民族主义浪潮 迅速席卷全国 英法在这里闹了一阵子 最后还是打乱 给日后一系列暴力冲突 打下了地基 尽管英军大胜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 但与此同时 隆美尔的北非军团也是连战连结 几乎完全遮掩了英国的胜利 希特勒又派出了大量特工 空降到了中东 四处煽动反英情绪 还控制了大量的广播电台 反复强调 反游反殖民的斗争任务 很多阿拉伯人加入纳粹特工 参加党卫军 希姆兰和艾希曼 还组建了三支阿拉伯党卫军 许多来自沙特 伊拉克等阿拉伯的志愿者 加入自由阿拉伯军团 帮助德军作战 其中有编入国防军调到高家属作战的 对抗南斯拉夫游击队 甚至守卫柏林的 总之 轴心国与同盟国各自都在中东 埋下了很深的间谍网络和军事力量 中东乱作一团 顿时埃及黄了 伊朗也惊了 埃及国王法洛克谁也不敢站队 心想着中立 结果被英国直接逼宫 让出王位 巴勒斯坦反抗军接受德军的爆破训练 在境内四处发起爆炸袭击 这几乎成为战后自杀袭击的开端模板 伊朗的波斯人虽然不怎么痛恨犹太人 但是鉴于北非战况和东欧的逆风举事 伊朗国王李萨涵的立场逐渐欺德 他努力削减跟苏联的贸易份额 提高对德石油出口 最高贸易总额占到42% 英国眼看形势不对 给了苏联一个眼神 苏联就懂了 一个从南一个从北 一个月内占领伊朗 李萨涵被逼退位 他儿子巴列维被推上了国王 然而盟军拿下伊朗 导致更多的难民涌入了伊朗 外加上贸易份额大幅度下降 伊朗也爆发了危机 德黑兰充斥着起义军 饥荒四处蔓延 本来伊朗这种局势已经够乱了 美国又盯到了利益的腥味 罗斯福看到了波斯湾惊人的石油储量 美国人在40年代普遍错误的以为 国内石油即将酷竭 需要海外进口 所以美国立即在1942年入局伊朗 并在伊朗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 在暗中争取伊朗石油的开采权 也一步步赶走英国、苏联两国的势力 这加剧了伊朗内部的政治分裂 伊朗从早期的亲德、亲英 变成如今的亲德、亲英、亲美、亲苏四国力量 最终促成了1953年的滑变和日后的革命 讲到这里 中东世界基本就全乱套了 唯独剩下沙特、巴林这几片净土了 而战后没有乱套的也是沙特、巴林 这恰好跟乱套的那几个国家形成了对照 证明中东的乱局就是英德牵头搅局 其他各大势力背地暗中争斗的结果 当二战结束时 中东苦难还没有结束 英国失势、新主、美苏处在权力的真空态 各种矛盾理不清更乱了 德国先前留下的民族主义反游思想导致霸与冲突 反游、反殖民、宗教、土地这些矛盾空前极化 也没人维持秩序 还有人居心叵测一直在这搞事 中东就一直没安生下来 这里是前下分析 感谢您的收看